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塞浦路斯议会原定17日就存款征税议案进行表决,但不少议员反对此项议案,若按时表决议案很可能通不过。 为此,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济斯17日要求将表决时间推迟一天,但18日相关议案在议会仍未取得过半数支持,政府要争取更多时间游说议员。 阿纳斯塔·夏济斯当天在议会闭门会议上向议员们解释了接受存款征税的理由。 议长奥米鲁在会后说,议会需要时间对这一议案进行审议和修改。 有报道称,先修改的议案通过提高大型存款人适用的税率来减弱对小型存款人的冲击。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的欧盟官员称,塞浦路斯正在为其将来的国际债权人准备一项新提议,以更加均衡地分配存款税。 按照这项提议,存款10万欧元以下储户征税3%,10万欧元到50万欧元之间征收10%,超过50万欧元按照15%的税率征税。 此前的方案为,对存款10万欧元以下储户的征税税率为6.75%,超过这一水平为9.9%。 据塞浦路斯通讯社报道,塞政府与欧元集团16日在布鲁塞尔达成总额为100亿欧元的救助协议,对银行储户一次性征税预计可获得大约58亿欧元的收入。 这一措施可大大降低塞浦路斯所申请救助的资金数额,并使塞浦路斯的债务具有可持续性。 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参与对塞浦路斯救助的条件。 过去两天,塞民众纷纷涌到提款机和银行,尽量提走存款。 这项措施不但影响当地人,也影响外国的存户和投资者。 据俄罗斯之声网站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塞浦路斯执行的银行存款额外税收是不公正、非专业性和危险的决定。 根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布的资料,截至2012年年底,俄罗斯银行有大约120亿美元存放于塞浦路斯银行,俄罗斯企业在当地存款达到190亿美元。